你好 欢迎收看8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在地方还有明代的关心和协助下 花莲县文化局争取正宅善款办理花莲0206地震纪念装置艺术的设置案 24号上午在当时被震毁的云门翠堤大楼就职前 万寿抽水站旁 举行作品中《冬日最后一朵云》的装置艺术的节目 希望透过艺术还有创意的方式 缅怀受难者并继取花莲的团结力量 2018年2月6日深夜11点50分发生瑞士规模6.0地震 当时花莲市震度7级强烈摇晃造成四栋建筑物倾斜倒塌 酿成17死200多人轻重伤 花莲县文化局为缅怀受难者 抚慰罹难者家属记载历史 争取0206正宅善款 承办花莲0206地震纪念装置艺术彻置案 24日上午在云门吹堤大楼旧址 万寿抽雪站旁绿带 回冬日最后一朵云作品举行揭幕典礼 在过程中我们讨论过非常多次 在思考说我们是不是要设一个真正的装置在那里 让大家去看 还是说我们重视那个 我们去看那个未来防灾的部分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当初从一个纪念装置 变成两个纪念装置 希望我们能够在现场纪念过去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防灾中心 那里是我们要去看我们未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灾害 还有面对未来往前走的地方 我先谢谢县政府还有文化局 还有施工所还有县议会 特别是两位议员 许子方议员跟那个当美会议员 他来提案促成这个设置案的一个制作和设计 这个案子本身它有三个意义 刚刚已经大概介绍过 就是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 还有辅慰的意义 还有教育的意义 那希望我这个作品的设置 能够来这边的这些散布的这些国联 国联的这个礼宁能够得到一些补味 然后对于我们现在这些朋友 然后看到这些新兴像的这个景象 能够给自己一个激励 然后我们可以健康快乐幸福地 走过我们以后的路线 艺术家蔡文庆纪念14名因大楼倒塌的罹难者 特别刻上征选的14首诗词及花卉 并在作品旁步道把当时因地震失踪39天找回的小猫 设计融入在防灾三部曲图样 而艺术家吴建福作品回 预计明年于花莲县防灾教育馆落成揭幕 文化局表示两件纪念装置表达对失去生命的哀悼 更象征花莲居民面对巨变时展现的坚强和勇气 都将勇主设置 计判透过艺术的力量扶贫地震伤痕 正式灾害议题 记得掌方言黄理师报导